今天是我们的节目的焦点呢 要锁定娱乐圈 康熙来了这档节目 开启了两岸综艺节目的辉煌 虽然即将画下句点 但是它所带来的效力呢 却是遍地开花影响深远 不管是在这个卫星频道 或者网络平台播出 收视和点击率呢甚至破亿 因为这个节目 它讲出了很多人平常不敢讲的话 同时也提供了大陆民众的 另类思考方向 我们看哪个 三五好友聚在电视机前 东挑西选聚会正式开始 该不该出好朋友好球 整容 他们可不是要一起看电影 而是准备一起看综艺节目 整容的好处是什么 是真诚 我今天开完了眼角眼睛变大 那就是真的大 好像说话没什么说服力啊 说话你能听啊 你听了他讲之后 你又会发现他们是对的 最近W80后90后最夯的 这一节目是一档 辩论形态的脱口秀 有花我自己的钱 爱我自己的痛 还承担我自己整容失败的风险 那我这种努力 为什么不能像你们读书人一样 受到肯定呢 不要误以为 一变美 就是人生赢家 也不要误以为你不能成为人生赢家 是因为你还没有整容 来宾各个讲话犀利毫不含蓄 有人把这样的说话方式 灌上毒蛇的风号 但对于大陆年轻人而言 这可不叫毒蛇 这样也挺好 他其实讲话这样的 也不代表你人很怎么样 就是一种讲话的方式 那个而且很多话都是 怎么说啊 一针见血 对吧 这样比较好 绕来绕去的这种人 这还没有意思 韩星是忠实粉丝 喜欢和朋友们一起看 边看还边要在社交平台 发表论点 所有的话 或者都是蛮贴近你生活的 都是好多 都是你真的会这样想的 或者真的会碰到这样的事情的 大家都听一听 因为你心里肯定一开始 都是一方的声音 然后你听了另一方的声音之后 你会觉得另一方也是有道理 你自己也会反省反省 是不是我有时候 有些想法也不一定是非常的对 你也可以就是变得 稍微就是也可以理解一下别人 在大陆意态化政策下 这一代的年轻人 想法很唯我独尊 毒蛇对了他们的痛调 透过言语交锋 让他们有了换位思考的概念 这种渣男不对 连男人都算不上 就剩下一个字 如果说年轻人的毒蛇辩论 背后卖的是不同的想法 精心这个从舞蹈界 跨界影视圈 号称大陆毒蛇女王的脱口秀主持人 背后卖的则是价值观 说话一点也不留情面 甚至还带着点霸气 精心的有话直说 仿佛替民众出了口 憋在心里面的气 那位狗主人30多岁的人了 活得不如一条狗 人家就是被迫算是给你跪下了 那跪的也是人民币 现在社会基本上已经进入一个碎片化的时代 很多人基本上已经不太读书 精解是这个方面 因为它有很深的这个履历 它很多的这些舞台上艺术上的经历 包括它有广泛的这个交际 所以相对来说对人情世故 对世间众生向的把握 它会比别人高 也比看得比别人远 精心吸引的观众 年龄层稍大 女性居多 生长的年代 很多事情被压抑着 她说的东西特别实在 她不会就是 可能考虑到这个的影响 娱乐圈的影响 她说的都是大实话 我觉得这一点我是特别赞赏 很爽把我们不敢讲的都讲出来了 讲的话讲到我们心里面去 这就我感觉就是感觉就痛快了 两个节目都实现在大陆最红的 谈话类众艺节目 网络点击率已百万计 不过对于节目制作人而言 毒舌只是卖点与制作技巧 对于大陆观众而言 言语犀利的表现方式 最早是受到康熙来了的影响 随着在地的发展演变 毒舌在大陆不在于言词的犀利 而是背后指出的真相 谢谢大家